您现在收看的是猫新闻 欢迎来到猫新闻 今天我会为各位带来最新的数据 首先是全世界的资料 确诊的人数为552,943人 死亡的人数为25,045人 治愈的人数为128,706人 接着是美国的部分 美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一 确诊的人数为85,762人 死亡的人数为1306人 治愈的人数为1868人 接下来是中国的部分 以下数据仅供参考 但应该不只是这样 确诊的人数为81,340人 死亡的人数为3292人 治愈的人数为74,580人 接着是意大利的部分 确诊的人数为80,589人 死亡的人数为8,215人 治愈的人数为10,361人 最后是台湾的部分 确诊的人数为267人 死亡的人数为2人 治愈的人数为30人 最后祝大家平安 拜拜 请订阅这个频道 并且在Facebook上按赞和追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爱 Statistical International 仲敬 主持人数为134人 治愈的人数为187人 祿论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